大家好 我是郭吉 歡迎收看陳大醫院電視健康講座 不曉得觀眾朋友知不知道 下面區看病拿的藥 竟然有原廠藥跟學民藥的分別 國到底他們的成分跟效果有沒有一樣 因為這個問題有關到我們整個 國人健康還有健保的資源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很高興 要請到的是 陳大醫院藥劑部的高淑敏高藥師 請藥師先觀眾問好 主持人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大醫院藥劑部高淑敏藥師 組長您好我想根據消極會的發現 其實這個很多民眾普遍 還是對於這個原廠藥有一點這個 疏忽那個認識然後包括整個在 更不要說這個學民藥 可能有另外一個選擇他們都不知道 來先談一下什麼叫做原廠藥 是首先先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其實對觀眾來說可能選擇性 在就醫的時候選擇性你只能選擇醫院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選擇你到底要吃的是原廠藥 還是所謂的學民藥 那什麼叫做原廠藥呢 當然原廠藥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成分是那個藥廠第一個開發出來的 那當然原廠藥我們另外又稱為叫做專利藥 或是叫做商品藥 所謂專利藥就是說 因為等一下會跟各位觀眾來說說到 就是說因為一個新藥的研發呢 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平均大概要10到14年的時間 藥商在上市之前呢 花了非常多的這個時間跟人力 甚至是金錢 對 所以藥品上市之後呢 為了保障他們的這個權利呢 所以他們就會去做這個專利的申請 所以原廠藥又叫做專利藥 是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這個原廠藥就是好像 所謂原廠藥就是不是一家廠商在做 那可能是有人開發 然後有人接手 甚至說有人去把它買下來 那怎麼去認定這是個原廠藥呢 對 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原廠藥就又叫做專利藥 所以不管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說到底是哪一家藥廠發現的 哪一家藥廠去做的相關的研究 最後呢 就是去申請專利的這一家藥廠 我們就稱為原廠 是 這樣子 那好像他們為了形象 好像會取一個比較好讀好記的一個藥名 是不是可以舉例一下 是 其實大家耳熟能詳的就像這個普拿藤 普拿藤它的學名就叫做 acetaminophen 那每一個藥廠製造出來的都叫做acetaminophen 但是呢 因為有時候這個名字太長不容易記 所以藥廠都會給它一個比較簡短藝記的名字 比如說普拿藤就是panado 我想這個可能各位觀眾呢 在電視上經常都會聽到 是 我想確實這個原廠可能印象就是 好像比較專業 比較優質 或者是說比較值得信賴 那但是對於可能原廠要來講就是說 它可以自己定價 獨佔這個市場 好像透過整個這個新藥研發的過程 好像可以來了解一下對不對 目前其實在市面上使用比較多的 一樣 仍然還是以化學合成的這個藥物為主 那其實一個藥物從一個分子的這個發掘呢 到去確認它這個價值 接下來有一連串的包括動物實驗 跟人類的實驗呢 其實都要經過這個很長的時間 那這一段時間呢 當然藥廠要花很多的人力跟金錢 是 那就像我剛剛講 平均大概要一直一個新的物質 一直到上市成為一個藥品呢 平均大概要十幾年的時間 那十幾年的時間呢 那當然它申請上市之後呢 相關的這個主管機關一定會給它一個保障 因為你要有鼓勵 了解 所以要有給它保障 它才願意去做研發 大家才有所謂的新的藥物可以用 所以它上市之後呢 因為就是只有它一個產品 所以它可以依照它自己的這個自由意識去定價 對 平均來說就是上市之後呢 一直到專利期滿大概也約大概十到十四年的時間 那它要必須在這十到十四年的時間 能夠做一個相對的回饋 所以它藥廠可以自由地去定價 就是說這個藥品需要多少的價錢 因為它就是獨佔 沒有別人可以跟它競爭 那它當然總不可能說藥品開發過程變成血本五歸 這樣以成本的概念來考量 那當然我們使用藥品好像幾乎都是從國外藥廠進口這樣子 那我們國內的部分是不是 真的沒有辦法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去製作這樣的一個新藥嗎 就像我剛剛的解釋 對 耗時耗力花錢之外呢 其實這個時間真的很長 那是不是有藥廠願意投入那麼大的成本 那甚至是廠商可能要感冒一些風險 比如說我們也在國內有一些例子 就是說藥廠已經花了很多的錢上市之後呢 結果大量的病患 大規模的病患使用之後呢 發生了一些嚴重的副作用 那之後呢 當然就是要看發生的情況嘛 你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主管機關就會要求它下市 就是回收之後下市 那你看那藥廠前面的付出全部都血本五歸 對 了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好好聊一聊什麼是 叫做學民藥 那學民藥當然相對於原廠藥來說 就是說因為剛剛有提到學民藥 原廠藥它有一定的保障時間 就是它的專利期 大概上市之後呢 大概10到14年的時間 那專利期滿呢 只要合格的藥廠 它去製造相同的成分 相同的劑量 相同的劑型 那這個就叫做學民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只有一個原廠藥 但是會有很多的學民藥 了解 所以一個原廠藥會有很多的學民藥不同 因應不同的一個市場的需求這樣子 那市場會誕生所謂的學民藥 它最主要原因大概是什麼 當然就以現在的這個環境來說 學民藥的重要性是日益的增加 最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會促使這個 所謂的經濟的自由化嘛 就是說這個藥在藥界的市場 能夠有一個自由的競爭 因為藥廠壟斷這樣子 對 因為你原廠藥 它大概就是 專利期10到14年的時間 就只有它 對 那對消費者來說 如果是壟斷的市場 當然就是比較 貴 對 因為民眾必須花比較多的 這個金錢去購買 那學民藥的 好處是說 當成為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之後呢 當然會逼迫原廠藥 降低它的價格 那這樣對大眾來說 就會用比較低的成本去 買到這些藥品 現實現在已經引進了這些 學民藥的時候 這算是一個常態或是說一個公開的秘密呢 是的 因為其實主持人應該是提到了重點 我想各國對於這個健保的支出呢 其實這個都每年都越來越多 那在這個經濟壓力之下呢 當然各國採用 只要這個原廠藥都賺力氣過 採用學民藥的這個傾向是非常明顯的 是 那當然最主要就是說 可以降低這個健保的支出 我想這個是 學民藥它往後呢 會越來越被重視的這個原因 是 那雖然健保的藥價 雖然年年調降對不對 是 除了沒有原廠藥可以用之外 那是不是說 在整個學民藥的這個 藥價上面的 比如說它的品質上面 也有浮上檯面 擔憂這個品質的問題這樣 這樣子的 呃 行為當然 健保有健保的顧慮嘛 因為 對 支出越來越多 那這個是全民的這個 負擔 對 所以呢 健保當然也要想辦法能夠 能夠節省這個支出 嗯嗯 健保他 他 砍藥價的這個前提呢 是來自於說 他知道 這個藥廠 賣給 醫療機構的費用呢 跟他的健保給付之間有所謂的 差額 藥價差 對 所以當他去審查知道有這個藥價差的時候呢 他就會再 砍這個藥價 但是 這幾年來其實 我想各位觀眾應該都知道 嗯 從報章雜誌上應該也會知道 就是因為健保這樣 每兩年甚至每一年這樣砍藥價的結果呢 是逼得很多的原廠已經放棄台灣的市場 嗯 其實就長期來說呢 當然這個不是台灣民眾的福氣 是 因為可能 就越來越 沒有辦法 這個 購買到這個原廠的藥品 是 那相對的來說 不是只有砍 原廠的藥價 他連學民藥的藥價也砍 是 是 那砍的結果呢 我想大家也應該也都有聽說過就是說 一顆藥呢 比一顆糖果的價錢還要低 是 當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你怎麼樣讓藥廠能夠去維持它一定的品質跟水準呢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疑慮的地方 嗯 所以就是擔心我們整個學民藥的低價的風險 或是這個品質堪憂的狀況下 他怎麼樣去說 呃 他上市的條件是不是更加要嚴格一點 他在上市之後當然他會公開他製藥的一些所謂的專利 是 但是他又不是全部的公開 對 所以學民藥在製作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部分的技術呢 也是要靠自己的這個技術去了解 是 那學民藥剛剛有提到是說 他只要同成分 同劑型跟同劑量 難道這樣就可以上市了嗎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對 事實上他還要經過非常多的這個相關的證明 你要去證明說 你跟原廠呢 有一定的相似度 包括我們所謂的化學相等生物相等 這個當然所謂的化學相等跟生物相等 你是必須用科學的方式去證明 而不是只是嘴巴講講 那基本上這兩項呢 用科學的證據去證明之後呢 你才能說 那他是藥效相等 那可能是安全性也相等 是 對 好 那整個學民藥在整個查驗的登記上 好像那個管控的標準也好像挺複雜的 管控標準 然後當初有一個叫做什麼複形劑那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藥品的組成呢 就像我剛剛舉的這個普拿藤來說 一般來說普拿藤就是一顆是含五百毫克 但是我們吃的呢 九成以上呢 都是複形劑 怎麼說 因為一顆那麼大的藥品呢 它五百毫克其實只有一點點 有效成分只有一點點 但是 為了把它做成一個藥定 讓我們容易吞服 或甚至有考慮它的安定性呢 它就必須打成一定 那在打成一定的這個過程當中 比如說 那你怎麼樣讓它在運送的過程中不會崩散 或是說 你要讓它 比如說它很苦 那你能不能做的比較 甜一點 容易入口 容易入口的 腳味 所以所謂的複形劑就是說 除了藥品組成分之外 所添加 有目的添加的一些成分呢 就叫做複形劑 是 那整個在 在剛剛提到管控的過程 這個資料表當中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提醒重點的部分 其實這個資料表當然非常的複雜 可能民眾看也是複形劑 其實重點是在於說 大家想想看 就一個學民藥理 要通過主管機關的認證 從原料藥開始 你看像過去 之前因為食安之後的藥安 我想這個包裝雜誌上也都有看載 所謂的藥安的意思就是說 最近比較常發現的就是說 原料藥不合格 什麼叫原料藥不合格呢 其實就學民藥來說呢 它從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就是說 你原料藥的取得 一直到製程製作的過程 一直到成品 都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那你原料藥不符合規定就是說 它可能它的純度 可能不純 另外呢它可能含有雜質 那這個雜質是不是不應該出現的雜質 所以最近比較多的藥安的問題是 除了原料藥不合格之外呢 另外就剛剛主持人有問到的 複形劑 複形劑它的規範呢 它是用食品級的 而不是用藥品級的 那當然也不符合學民藥製造的規定 那藥是所以你們在取藥 民眾取藥殼 都會主動告訴民眾說 這是在外觀上 或是在整個藥品上有什麼不同嗎 基本上如果我們是有換廠 比如說可能真的會發生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原廠藥越來越退出台灣市場 那可是民眾又不能沒有藥可以用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去替代 找到合格藥廠製造的學民藥 那我們會在藥帶上 會註記說這個有換廠 或是換包裝 或是外觀改變 等等這樣的資訊在藥帶上 那講到這邊到底這個學民藥 跟原廠藥能不能畫上等號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是 這個是一個真的很難回答的問題 那我們也不能說一句話 就打翻一艘船 那我們相信就是說在台灣 在台灣民眾們吃的藥呢 所謂的學民藥又分兩種 一種就是台灣藥廠 就是說台灣本地藥廠製造的 叫做台廠藥 那基本上台廠藥也都是學民藥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從國外進口的學民藥 就是可能在美國啦 或是在日本所製造的學民藥 它也不是原廠藥 也會進到台灣來 所以民眾可能會吃到這兩類的 這個所謂的學民藥 那民眾當然會很想知道就是說 我如果在這家醫院就診 那我沒有辦法 這家醫院就是沒有原廠藥 只有學民藥 那我到底能不能吃得安心 那當然我們只能跟這個觀眾朋友這邊 說明的就是說 基本上在主管機關這邊的把關呢 就是說學民藥廠在申請學民藥的時候呢 他一定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那才會合發給許可證 製造的許可證 廠商拿到許可證之後呢 他才能去製造這些成品 那我們希望政府幫我們做到的就是說 不是只有申請的時候合格 我們也希望說 往後呢 這個藥廠在製造這一些藥品的時候呢 也都要能夠符合規定 那怎麼樣達到這樣子的標準呢 那當然就是希望 我們是希望所謂的食藥署能夠 定期跟不定期的去集合這一些藥廠 這樣才能為民眾用藥的品質來把關 像就我了解很多三高或是慢性病的患者 他們好像從原廠藥換成這個學民藥之後 聽說不只是有藥效沒有很明顯之外 聽說還有副作用 那怎麼看的 是 那當然我們也在醫院也有過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說當換廠牌的時候呢 可能民眾會反應就是說 吃了之後 好像效果沒有之前 跟之前的不一樣 跟預期的不一樣 跟預期的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我們大概跟觀眾的解釋就是說 如果是經過衛生主管機關這邊 把關和可的呢 基本上它的療效應該是會跟原廠的相似 因為它必須在上市之前 它就是必須要去跟原廠做一個比較 所謂的要做VABE 就是身體可用率跟身體相等性 必須去證明說 它跟原廠的藥它的作用是一樣的 那至於就是說 會不會發生一些 可能沒有辦法預期的副作用 那是有可能的 剛剛因為有提到 因為藥品的製造過程呢 除了主成分之外呢 它還有複形劑 那這個複形劑呢 有可能 因為原廠不見的全部都會公開 所以 全民藥廠呢 它會依照它自己的研究去添加 那如果說它添加的 這個複形劑的成分裡面呢 可能是對您個人來說 會有一些過敏的反應 或是其他的不良副作用 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其實還是很多民眾 會提到說 一樣的不一樣的細胞 這樣 或是說整個在提煉過程 處方雖然一樣 但是提煉過程不一樣 效果可能就不一樣 那是民眾 現在還是可以去直接去 用差價去買這個原廠藥嗎 目前本來 是在今年要上路的 所謂 民眾如果用的是原廠藥的話 要自負所謂的藥價差 那但是因為呢 這個議題 拋出之後呢 在一屆引起很大的聲音 所以目前呢 就是並不是全面的實施 而是有選擇性的 可能先從少部分的藥品先執行這樣 主要考量大概是什麼樣 當然主要考量還是民眾的反彈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政府目前又不能 百分之百的告訴我們說 服用玄冥藥的效果 其實是跟原廠藥一樣 但是又要我們去 致富這個玄冥藥跟原廠藥之間的價差 那到底是我們要額外的付出呢 還是我們可以很安心的吃這個玄冥藥 是 我想這個可能這樣的聲音可能比較大 所以健保局在這樣子的顧慮之下 可能就是先暫緩實施這樣 那會不會有些患者 他知道說醫生把他從降血癌藥 從這個原廠的感染玄冥藥之後 那他會不會真的有不良的反應 或是說怎麼樣的狀況 對 當然也是有可能啦 就像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即使是原廠藥 吃了之後也不是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 可能是百分之八十的病人 有療效 可是還是會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 可能覺得沒有效果 是 連原廠藥都這樣了 何況是這個玄冥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吃玄冥藥呢 當然也有可能是會 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那到底是個人的體質還是因為藥品的品質 就我們目前能夠提供給大家的恐怕是沒有辦法得到 就是說一個明確的答案告訴大家就是說 原廠藥一定比玄冥藥好 對 好 那我們目前成大醫院在整個採購藥品上的做法大概是怎麼樣 跟我們說一下 成大醫院用的大部分都還是以原廠藥為主 但是不可諱言的我們還是有一部分的玄冥藥 那這個玄冥藥只要是經過醫師申請新藥進到成大的 基本上這個品質大家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都請專家審查過 就是剛剛玄冥藥在做查驗登記的時候的一些相關數據呢 我們就都有要求他必須減負讓專家來審查 就是說他的品質怎麼樣 那可是我們也不可諱言的就是說 有一種情況就是當是賣方市場的時候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原廠也退出了台灣市場 那這個藥品呢可能使用量沒那麼多 那台灣的藥廠呢可能只有一家製造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醫院又必須一定要有藥物可以使用 那這時候呢我們沒得選擇 沒得選擇就是只好買這一家的 那當然我們對於這一家買進來之後呢 民眾使用的情況如果 比如說他的療效不是你預期的 其實可以反應 那當然除了跟我們這個醫療機構反應之外呢 他在這個食藥署的網站 他還有一個所謂不良品的這個通報系統 透過這個通報系統呢 食藥署他可以去做這個茶廠的這個動作 那相對的當然就是可以保障這個民眾的用藥的品質 那我想民眾除了要了解原廠藥跟這個學民藥的差別之外 很多民眾在整個藥價的落差這個部分的標準 好像調整的過程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喔 可以這麼了解一下嗎 食藥署就是健保局這邊的這個作業啦 那當然就我個人的了解是說 像最近他就是每年會調降一次的藥價嘛 那他調降的根據是什麼呢 就像我剛剛也有提到的 比如說假設這個藥品呢 他幾乎是五塊錢 但是呢他會 他每年會去做藥價的這個 這個 了解 對 市場的了解 對市場對藥價的了解 那他如果知道藥廠賣給醫療機構的這個價錢呢 是低於這個五塊錢 假設是三塊錢 那他就會再把這個藥價往下調 是 他認為說那你賣三塊都還有利潤的話 那顯然我的給付也可以降為低於五塊錢這樣 是 那一般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為了解決原廠藥出走 或是說整個提供民眾更多的用藥選擇上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做 讓更兼顧品質 然後又兼顧整個在用藥安全上面 是 那當然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說 我當然也不反對說 民眾如果吃原廠藥 他必須負擔部分的這個查價 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使用者付費 是 對 那當然我覺得這樣的前提是 必須是政府能夠讓我們民眾呢 吃選民藥能夠吃得安心 就是要嚴格把關 對 你要定期跟不定期的去集合藥廠的這個 整個的製作的這個流程跟它的品質 是 是 就了解的是目前還是有些民眾就是 不管大病小病都往我們教學院跑 對 那加上看面就要拿藥的觀念 好像還是很多 有一段迷思 那意思是真的不能做一些澄清好不好 是 其實在這裡我也是做一個呼籲 其實這個醫療的資源是大家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會建議民眾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啦 或是小病的話呢 可以比如說就近的診所 看診 或甚至是可以到藥局去買一些所謂的成藥 那當然因為藥局有藥師啦 你也可以有做這樣相關的資訊 因為一些疾病真的不用到這個大型的醫院來就診 因為第一個你所謂的三長兩短嘛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要等待看診的時間那麼長 那當然增加你身體的勞累 那到底有沒有必要 那因為這個醫療的資源是大家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在用在當用則用的地方啦 那我們今天談這個學用藥跟原廠藥 我們把它比例成這個美國牛跟台灣牛 就是說可能兩個都是一樣營養好吃 但是因為美國牛它是從海外進來 需要一些運費加上什麼可能 這個費用會比較高 但是我想病人它所重要就是 看能不能趕快病格好 然後重視這個品質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 讓政府能夠重視這塊 能夠嚴加把共在選民藥的部分 那今天非常感謝藥師到我們現場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再會